我還是幫大家挑選的一個白色的基本色 這個白色我建議大家可以穿白色的瓶口啦 因為妞妞的手邊剛好沒有拿到白色瓶口 穿白色的會很漂亮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我們賣場的那個model的穿著 它是就是白色的 它是穿白色的瓶口 這款它就是若影若現透透的感覺 然後做今年大家最喜歡的 有點喇叭秀的感覺 它不算是全長大概八九分 所以穿起來非常非常的飄逸喔 好再來呢 我身上搭配這件褲子我就不多說了 如果想知道它有多厲害 請看上一篇的直播 然後短褲呢 我選擇一個比如說中高腰的 就不會顯得衣服非常短 也不會讓大家露到任何一點點的肚子喔 完全沒有 然後背面是透膚的 如果粉絲覺得妞妞 平口的我不敢我覺得好透 來家裡一定有細肩帶長版的小背心 給它穿下去也是會非常漂亮 裡面可以搭配你家裡衣櫃打開任何的小可愛 不用特別特別的去買喔 千萬不要特別特別為了一件小可愛 去添購裡面的衣服 你的衣櫥裡絕對有細肩帶的整件的長的短的 平口的甚至是平口這樣子長的 也都ok好不好 那原則上看大家自己喜歡的透度 像妞妞本身穿上平口小可愛白色 我就不覺得透了 所以我也不會再去加任何的小可愛 就是看大家的喜歡程度 然後它的弓非常非常的細喔 就是這種網子的完全不會熱 然後有一點點遮陽的效果 就是不管你是度假啊 或是晚上去逛街 有時候其實晚上還是會偏涼 甚至百貨公司看電影 我覺得都蠻適合穿這種 有洞洞的就是長袖 就是蠻剛好的 然後又不用再穿外套了 好不好 好再來黑色 黑色呢就搭黑瓶口 好沒有任何太多的問題 好黑白色都非常好看 因為黑白有一種神秘透膚感 好有人夏天喜歡白色 有人喜歡黑色 都有 好粉絲可以自己去選擇 總之呢這個版型呢 是每個人都可以穿的 好它沒有任何彈度 但是它都是有寬度的 所以從S到L嘛 都是可以穿 胸圍也都夠的 好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然後我最喜歡的其實是它的袖子 因為它做有點八九分的袖 然後就是每年都會流行的 這樣子的元素 配上動動的感覺 就是不會很熱 就可以穿長袖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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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